我猜不到真的可以拍到這麼多站 講到思潮大衝突 哇 其實這件事是我幾年一直在想的 自從我開始做Facebook、社交網絡、YouTube 其實我對自己都開始想的事情 猜不到在四年至五年後 即是今時今日 這一兩年代表了更加多的刺激 那些刺激不是很刺激的 那些刺激是一個stimulate 還有一些啟發 當然裡面是有好的事 不好的事 我自己設身處地 都是有開心不開心的情況 那也是一個普通人 那但是呢 講到這裡 那個思潮真的衝突得很厲害 因為呢 就是 有一些生理隔壁官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 不做一些事情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事情 這個是真的 是不是 現在再講唱歌 我不需要簽大一個唱片公司的 開頭 只要我真是天才一個 而我又真是很 通過一些過程 不知什麼事情 可能是宣傳 或者是你本身真是很幸運 很多人欣賞你的歌曲 然後你成為真是國際巨星 現在很多YouTuber是 歌手是YouTuber出身的 以我理解一下 但是去到最後 當然他有唱片公司的支援 就會更好一點 那唱片公司來說 他都為了要繼續生存 和經營 他都會 去挪置這班 這麼有天分的人 回來 去 和他一起合作 但合作關係 我相信應該已經變了 不同於以前那種 以前呢 是投資巨大的錢 Michael Jackson 拍的MV也有很多錢 然後就 普天蓋地 然後全世界就 聽完MJ的歌 MJ的歌 當然是好聽 但是如果沒有MV去幫他 其實是沒有MJ的 因為最近看回MJ的紀錄片 其實他 或者背後的團隊 運用這個很厲害 當時有一個新的文化工具 就是Music Video 就臨利盡地 將這個音樂產品 去推上高峰 你記得我們那個年代 誰人都賣唱片 誰人都聽歌 就是年輕人 大家都圍著那個東西轉 你想想那個市場大到 是多麼大 有一些就平衡一點 運動 其他的娛樂 遊戲 電影 收藏一些不同的東西 玩具 很多的 波鞋 很多東西 多元化一點 也是正常的 因為社會有多元化 Entertainment一定是豐富了 自然就會分開了 但是各個領域裡面 都是用盡法補的 看看誰用得中的 當年的音樂 當年的唱片業 就是音樂 其實是他一個次世代的東西 就是說 先有音樂 先有唱片 製作 有歌星 歌手 接著呢 Music Video 出現 將這件事再推高一點 當然不是我說的 我在Documentary裡面 看得到 我覺得很認同那個說法 非常棒 所以就製造了這件事 現在也是 Social Level 正在製造這件事 我想肯定的一件事就是 第一個拍 Music Video 沒有想到他會成為唱片公司 一個無敵的工具 反過來 發展互聯網 發展Social Level 的人 其實開頭都是為了 人類的實際需要而去衍生 這件事 也沒有想到 衝擊是影響這麼大 這年代很有趣 所以有些人 你說他無端端發達也可以 當然他們不是真的無端端 他們是做一件事 可能他們不是想著 一個這麼大的需要動機 但是因為社會的文化轉變 令到一個這麼大的修成 這些是起出妄外的 反映了全世界的公平 比較多了 就是說如果我是一個天才 可能真的通過我的天分 或者我的努力 可以達到某些的位置 以往真的有些人卡在你們 這裏不說 這就牽涉到政治的問題 讀歷史讀政治 我這樣說 我有興趣跟大家談 但是這些我就不說現實的 這個衝擊突出現之後 其實你發覺權威和階級 就會被推 推得很厲害 因為他們會有很多質疑 會有很多懷疑 會有很多不信任 不是因為某些人做得不好 而因為更多人知道更多的資訊和消息 不過裏面的資訊和消息 未必完全是全面性的 我不要再說正事與錯 因為在同一個畫面拍出來 兩個角度都會有出入 那你說誰錯呢? 你拍日落 向正西方就很散 你用另一個角度拍得很漂亮 鹹蛋黃的 我不知道這個例子是否對 但是真的很不同 所以這個是很視乎 我們在接收到這些資訊之後 我們如何應用 他如何去判斷是否正確呢 這是完全取決於自己的能力 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年輕人是充滿潛質 全部都是很優雅的人 我現在看到很多人都是 可能因為營養好很多原因 但同時他們都是一個 嬰兒、兒童、少年人、青年人 很多事情他們未經歷過 他們真的未知道 如果你有這麼多資訊給他 他有沒有充足的經驗 人生智慧去處理呢 不知道 正確 多數很可能 都未必是 正如我這麼小時候 你叫我去認識那個女生 那個年輕人 他吸引我 就追求他 不看內涵 當然有些是可以叫來涵 彈琴很厲害 原來很吸引 那些都是外在的 或者他的外表 是我喜歡那種的女生 你喜歡眼大、鼻高、嘴小 各個不同 沒有尾 沒有一個定義 那你就會去 所以 年紀再大 原來這個不是結婚對象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事情 某些年紀 其實 是 超過了 有些人的能力 或者經驗 那 問題 多了 這個就是要小心 所以這個年代就是爆發性 就是 都可以給你 但是有些人 如果沒有監管 沒有監管 沒有一個監管 沒有一個監管 或者沒有一個 監管的人物 或者這些東西 去幫助他 那 那就 危險 風險高了 我覺得這個定義 風險就高了 不一定出事 但是風險會高 風險會高 你讓一個成人去開車 和一個嬰兒子 他真的懂得開 你讓他在街上開 你覺得哪個風險高一點 你就知道我想說什麼 所以 權威同階級這個年代 就被衝擊得很厲害 但是權威同階級 需要不需要呢 這個是事實 我只是這麼說 需要不需要 我不知道 我回答不了 但是這個是一個事實 就是證明醫生有專業資格 會計師有專業資格 他簽過名 是不是 他 就是簽過名 說那個龜 他有沒有看過 我不知道 專業操手來說我當然有看 但是 為什麼我也簽到名 為什麼不是我簽呢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 專業 他是一個 認受了的人 社會認受的人 所以 重點就是這裡 所以如果權威和階級 完全被衝擊 和一時間短時間去倒位 那又是提升另一個問題 我並不是說 重複一點 我不是說政治 但是 你會發覺有一個情況 有危機 所以這個是要小心的 是不是 好了 這個思潮大衝擊的年代 會引起很多 另外一些事情 透明度高了 透明度高了 是不是要是會很好呢 那麼 時間關係 留下集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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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